來看一個躺在臺灣十一年的美國人 十六在臺南的港丹公車時 去給一台電動歐洲拍攝到 他說臺灣真的是過路人的地方 又說臺南越嚇嚴重 疑似因為上班時段車多擁擠 視線受到阻礙 且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這位美知人士這麼少 他說客家車到來 是為了給公車輸入 能看到他的手 都是可以讓公車夠夠 而且他也觀察到 有很多臺灣人騎車 只有給車人叮咚這個參客 跟臺灣是雖然的地獄 甚至臺南就是地獄的修圖 有更大的問題 就像那個紅爐燈 就是臺灣人常常是說 那個紅爐燈就是常好 然後是島處都有測試 真的是沒有在停 現在有好一點 畢竟停停 有些像那個斑馬線停 大家的家都有在浪了 他說他自己住在臺灣在印尼 也很喜歡臺灣 希望臺灣比較好 才會說臺灣是雖然地獄 希望透過政府臨民 系統的改善 讓道路更加安全 也有當臺基民說 臺東路當時有快車輪 機車輪到路肯 騎到外面的人 如果習慣騎來路肯 就可能撞到雖然 不過到之前比起來 民眾人為臺牛 雖然的狀況有免獻改善 這家翁流程當 天空在南北的